簡單說回為什麼我們看A股股市 最主要就是因為經濟復甦的層面開始比較穩定 總體上經濟政策的層面來說 相對上風險也很低 所以我們相信未來的政策都會集中針對 對於穩定增長是一個有利的層面 第三當然就是股市的股值 我想A股跌了這麼多年 它的股值已經是非常有吸引力 其實不單是相比它之前的平均水平 而是比周邊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 它的股值都是很有優勢的 吹發劑我們會覺得是 譬如其他改革和護港通的推行 都會對A股來說 在第三、第四季都會有一個吹發劑的作用 而引入了護港通之後 其實我想是一個步驟 可以開放更多的渠道 給外國一些特別的機構 有機會可以買入國內股票 從而在長遠的角度來說 可以改變了分散投資者的組合 變成了現在有一些股票 其實現在A股裏面有很多大型的股票 質素是很好的 但是它就因為散戶不喜歡 那麼大隻 它們覺得炒 沒有什麼好炒 所以它們就會 沒有什麼人會買 所以它們的價值是很被低估的 而護港開之後 其實這一堆這樣的股票 是會是第一層會受惠 而看回從一個資產配置的角度 其實我們最近都已經看到 有一些全球的資金 是從這個叫做developed market 調回過年來emerge market 而中國和香港基本上是一個 之前一直表現得比較差的股票 即是股市 我相信現在暫時看到 資金流向方面 對於中國保持是相對上有利一點的 不用擔心